哈喽 大家好 我是水米 我现在要去拿快递 我们宝宝 正着我宝宝两个在睡觉 我先去拿快递 把门锁了 正着他们在睡觉 我去拿快递 就是我们上次去超车 去买好多次了 那是还缺好多东西 然后我都是在网上买 在网上买便宜一点 确实便宜一点 然后以私心 能买好多东西 然后我有两个孩子 带他去买 我也没法拿东西 所以呢 就在网上买了 在这里啊 生活消费太高了 确实太高了 在网上买便宜很多 哈哈哈 该呀 该买的就是还缺什么 我都是在网上买了 啊 回来也差不多了 回来也差不多了 该买电车嘛 拿先拿电车钥匙 嗯 等会给你们看看我的电车啊 我老公给我买的电车 嗯 还好有电梯旁边一点 等会我不要那个了 嗯 快递今天有好几个呢 好多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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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戴安全帽的 然后车啊 都要上牌的 跟越南那边一样 哈哈 在越南骑电车还是摩托车都是要戴头盔的 嗯 之前在老家是不 没有呆 哈哈 因为那里的人都不呆 在这里不行 车 车没有挂牌也不敢上路啊 多两天我老公他给我呃上牌嘛 呃 这样就可以呃接送宝宝了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住的花园呢 我们呢 住的地方的 的的 外面的花园吧 那 走出来就是这里 那边有一个小的花花梯 宝宝也可以玩 就是这个小区的比较小 就只有几栋楼而已 只有几栋楼 但是风景挺好的 我们那就是门了 就可以出去了 我去拿电车 很快的 哇 我希望以后我又行 我也可以啊 买 买 这小区里面的房子 哈哈 哇 我第一次骑这个车呢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骑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骑 会不会放车呢 我 哎呀 换没电了吗 这不对哦 这里 开始走了 我刚起出门口了 哈哈 然后 右边 我右边门口 外边就是 那个 取快递的柜子嘛 那门口 我外面就是取快递的柜子 哈哈 去拿一下 哇 这个电车好好骑哦 哈哈 没有 一点声音都没有 在哪里 这我也不 去找一找吧 外面就是这样的 我现在在这个柜子拿快递的 哈哈 这些我有看过 有见过 但是我没有用过 这是第一次我用的 还好我会中文 我认识字不长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柜子是用来干什么 然后是怎么用的 觉得特别现金 然后很方便 不经过人 都可以拿到东西 但是呢 这个柜子 只能放小件 然后一个柜子 只能放一个人的东西 大件还是要去坏地站那里拿 我在想 可以 坏地公司 可以弄一个大的地方 放坏地 大件小件都可以放里面 然后呢 坏地员 他们可以按照 那个变号 或者 那个什么二维码放里面 然后里面有一个 聪明自动的机器人嘛 他们会按照那个变号 他们排好东西 人来取坏地呢 只要少那个二维码 或者那个变号 那个变号 那个变号 那个机器人自动 就拿坏地给你了 我就是胡说了 想的 不知道能不能这样做 你们看 我拿 拿好了 就这些坏地 还有很多 先放车 回到家了 然后 我宝宝 醒 两个还在睡觉呢 因为他们睡 睡差不多 有几分钟了 我才要 去拿坏地的嘛 现在开始拆坏地了 这几天我们去买东西 去超市买东西 都花了好几千块钱了 但是感觉 什么都没有买到 感觉还差了 还少了很多东西 然后都是我在网上买 今天才回来 那么几个 还有好多我 我还是在买 然后 好多已经买了 还没有回来 我的天哪 你们看坏地 这是什么 我老公买的 既有名字 我还以为是我的 哎呦 他买了绑孩子的绳 怕我带孩子 我带两个 怕带他们跑掉了 然后就买这个绳了 还有摄像头呢 摄像头在老家没有拿回来 然后又买一个 这个是我买的 那个 哎呦 垫子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是